大家好 我是妮轩 我是刚进来这个公司的新人 请大家多多使唤我 为什么 因为被使唤可以被记得啊 被使唤可以学啊 被使唤代表人家跟你好啊 所以我一直不懂 为什么会觉得被使唤是一种霸凌 还是全世界都在霸凌我 可是我不这样觉得啊 因为今天一个新人进入职场 你身上满满的菜味 这时候不就是要靠细节上手 靠指令来熟悉吗 好 刚刚我有学到 齐玉讲的订便当哲学 好比订便当 今天假如喜姐叫我周五订便当 我可以说 姐 你喜欢吃排骨饭 没问题 我跟你讲哪一家超好吃的 诶 那个大天哥喜欢吃辣嘛 我刚才有记得帮你著名加辣 你看你这样是不是 大家会觉得你很细心 而且你还会被记得 好 再来 比如说陶子姐的老公小孩 诶 无聊 没关系 我可以陪他们看球赛啊 看啦啦对啊 零香零香安打安打 你看是不是借我这样子的小事 你渐渐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别人也才敢托付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好 如果你觉得这是霸凌 那你尽管来霸凌我 因为如果今天你愿意失望我 代表你信任我不是吗 我们再来试想一下另外一种情境哦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公司的新人 没有人要理我 中午我就在那边吃自己的便当 自己去买7000 然后到了下午 我说请问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不用 你就坐在那边 啊 还是我去帮忙饮饮 没关系 我们自己来 那倒茶水可以了吧 诶 那个董仔 去帮我泡杯咖啡 那请问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不用 因为你什么忙也帮不上 那我在这间公司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人在团体生活当中 追求的就是认同感 当你被使唤代表你有能见度 变成隐形人那是一种冷暴力 我认为不被使唤才是一种霸凌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一个新人进入职场 我们称他叫做菜鸟 台语叫做菜叫 当你今天上身死唤 你给你机会 你不把握 那你就是笨鸟 台语叫拱叫 我就是要当心水小偷 无事一生亲 我就懒 那你就是懒 叫 好 不论你是什么鸟 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把它视为一种霸凌 那就是一种无意识偏见 什么意思 你先入为主的 把使唤当成霸凌 所以你无意识的 对老鸟的使唤 做出自我防卫 但它其实没有 是你自己把它的使唤 想象成霸凌 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拒绝被使唤 其实是在自己 与心环境之间 竹起一道墙 乐于被使唤 是在自己与同事之间 搭起一座桥 所以菜鸟又怎样